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继续讲述 黑河持枪杀人案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 黑河市警方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黑河市参战的各个县市区的公安民警 在落实破案指挥部的各项重大部署的同时 组织多路工作组 查控石玉龙 与其主要直系亲属 以及妻子儿女的通讯联系 从中获知其逃跑路线和藏身之处 并且派出刑警特警 深入他在五大莲池市 龙镇大庆主要亲属的家中 进行24小时的守株待兔 希望能够将他抓获 同时对石玉龙全家的存款账户 进行查封冻结 就在这时候就发现 石玉龙在五月九号上午 从一个账户上支出了一万块钱的现金 警方就此也推断出 石玉龙早有预谋作案和潜逃的动机 于是更加坚定了指挥部 与周边公安机关联合作战的信心 也将这一重大信息通过省厅传达到东北四省区各级公安机关 严密查控外来陌生人员和刑际可疑人员 力争在较短的时间之内 将其抓获 在黑河市各县市级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石玉龙 权力抓捕的这一时间段里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以及内蒙古自治区 莫利达瓦齐警方充分发扬 打击严重违法犯罪 维护世博会期间 社会治安稳定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在接到省公安厅布控指令和黑河市局协查通报之后 在第一事件部署警力迅速开展计程工作 为确定案犯逃跑方向和藏匿方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同时在辖区内全面开展设卡堵截和场所清查工作 11号上午10点左右 初夏的小雨还在稀稀利利的下着 齐齐哈尔市管辖的那河市那河镇 北极星御池的当天领班 向那河市公安局报告说 刚刚打出租车离开浴池的一个外地客人的体貌特征 特别像通缉令上的一犯石玉龙 那河市公安局局长孙波带领寄警刑警专业人员 火速到达北极星浴池调查取证 查看浴池前台监控录像 发现在上午10点左右啊 真有一个可疑的男人 这个人呢身材在一米六七左右 肤色比较黑 体型呢比较瘦 稍微有一点驼背 头发也不算多啊 门牙呢个儿倒是挺大 上身啊穿一件卡帕的外衣 在结算完账之后就匆匆离开了 侦察民警果断判定这个人就是509五大连池市龙镇特大持枪杀人案逃犯石玉龙 经过进一步了解 当天的领班啊就告诉警方 说石玉龙5月10号晚上差不多11点左右 进驻浴池5月11号上午9点半离开的 差不多30分钟之后呢又返回浴池 说是当班的收银员少找给他10块钱 并且呢和收银员理论起来 最后啊还是在我出面调停的情况之下 他才匆匆离开 掌握这些信息之后 正在那和市督导抓捕工作的 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吴刚 在上报省厅的同时 迅速组织齐齐哈尔市那和市两级公安机关的民警 顶风冒雨 在那和全境重点区域 以及出入市区的主要路口 采取查控堵追等措施 对石玉龙实施抓捕 并且亲临一线指挥机部工作 同时啊 命令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长于志强 那和市公安局长孙波带领相应警力 赶赴林县内蒙古自治区墨齐公安局 通过研判 断定一犯石玉龙已经潜逃到了墨齐 请求墨齐警方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与此同时 省厅指令黑河市侦破指挥部 组织精兵强将 赶赴这两个地方 协同抓捕 董树成局长呢 带领公安警力和武警部队一百多人 火速赶赴案犯石玉龙的藏匿地 齐齐哈尔 那和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墨利达瓦齐 抓捕石玉龙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严子中指派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邓齐 率员同时赶赴那和和墨齐 共同指挥 经过细密的侦查和严密的布控 终于把石玉龙抓捕归案 齐齐哈尔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吴刚 立刻将成功抓获一犯石玉龙的特大喜讯 报告省厅厅长孙永波 以及在此督办的省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邓齐 孙永波厅长指示 对犯罪潜逃嫌疑人石玉龙就地突审 安全压回 厅长孙永波 副厅长孙邦南分别立即做出批示 指示向参战民警表示慰问 在突审之中 持枪杀人犯罪潜逃嫌疑人石玉龙毫无抵抗 如实地交代了实施犯罪和逃跑经过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掉孙建设呢 原来啊 5月8号上午 龙镇居民孙建设来他的龙园洗剧中心洗澡的时候 打了他当班的一个女服务员 石玉龙就认为 这是砸了我的厂子了 中午的时候呢 孙建设设宴赔罪又毫无诚意 于是他决定教训孙建设 当天下午就打发了所有的工作人员 说生意做不下去了 都是孙建设那小子缴的 假装关门停业 并且从银行的一个账户上支出来了一万块钱现金 5月9号下午 他约着孙建设到他的洗剧中心那谈谈 但是孙建设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才出现 还带着爱人以及几位朋友 说是请他呀到一路之隔的箱子饭店吃饭 并且呢再次给他道歉 石玉龙就假装答应了 但是碍于当时人很多不好下手 于是他就主动提出 兄弟这么着 我呀还有一好哥们啊 一块过来坐坐 咱俩呢去找他一下去 孙建设哪知道这是石玉龙的诡计呀 当孙建设走到饭店东山墙的时候 哎呦突然感觉憋得慌 龙哥我呀撒泡尿 他呢就在那解开裤子撒尿 这时候石玉龙用左手扒了了一下孙建设的右肩 对他凶狠的说 你不是不给我面子吗 我 他话没说完呢 孙建设边撒尿边转过身来冲着他说 老黑你要干什么 孙建设的话也没说完 石玉龙就用右手拿着手枪冲着孙建设的头部就开了一枪 孙建设当时就倒在地上了 他见倒地之后的孙建设身体还在那动弹 用东北话说还在那顾求 于是对准孙建设的左耳朵又补了一枪 打完两枪之后 踢踢的 确认孙建设已经死了 赶紧来到自家房前开着车就逃离了龙镇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在路上的石玉龙啊 给他在哈尔滨上大学的儿子打电话 告诉儿子 说有两个人呐欠老爸的钱啊 我呢给要回来 你啊到大庆你姑姑那待几天去 今后呢你得好好照顾自己 紧接着又给哈尔滨的一位好朋友打电话 兄弟我杀人了惹祸了 你呢多多照顾我年迈的母亲和儿子 还没等儿子和朋友问明情况 他就关机了 把这车牌子呀就卸下来了 扔到路边上了 继续驾车逃亡 当天晚上开车逃到了嫩江县城 他知道警方一定在全力通缉他 为了减少招惹麻烦 并且赢得更多的逃亡时间 他找到一家汽车修理部 假装要修车其实呢就是把车扔到那了 人就走了 然后在县城找了一家并不起眼的小旅馆 就住了一宿 5月10号一大早上 他在嫩江打了一辆出租车 逃到那河市那河镇 并且呢购买了一件新款的卡帕牌上衣 以躲避警方视线和群众举报 当天很晚这才壮着胆子 在镇子里的一家喜剧中心住了下来 5月11号上午 他发现那河市区街面上的警车突然就多了 他感到此地不能久留 在十点左右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呀 潜逃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莫利达瓦奇 他认为黑龙江警方 你不会在这儿不空啊 这不是你黑龙江管辖的地盘了 这就放心多了 于是吃过午饭以后 在莫利达瓦奇的街面上 就悠闲的逛起来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当天下午一点 他就被那河市警方抓获 最终在潜逃41小时之后 落入黑龙江警方布下的天网之中 5月11号下午 持枪杀人逃犯石玉龙 被五大连池市警方压借回五大连池 他逃跑式的车辆也被警方收缴 五大连池市警方立刻组织力量 借助审理 仅仅是为了出一口恶气 就做出了持枪杀人的勾当 他也想过 很有可能会被警方抓获 很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他始终抱着侥幸的心理 罪恶没有侥幸 等待罪恶的一定是法律的严惩不待 好了 本期节目就讲述到这里 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最近咱们《非兴凡文化》 又上线了一档悬疑推理有声剧 叫《冷推理》 小伙伴们推荐给我听 没想到听了一集就上头了 故事情节紧凑 演绎的也挺生动 所以在这也推荐给大伙 感兴趣的听友 在喜马拉雅搜索《冷推理》 一起加入推理大冒险 感兴趣的听友